本集话题,犯错后三不取,自责、示弱、道歉 在职场中,我们不可能做的事事都正确,总会在有意无意间犯一些错误或者是得罪别人 尽管主观上我们不愿意这样,但客观上伤害已经造成了,这就需要我们立即去弥补、修复双方的关系 我们如何在语言上做到,令对方消除怨气、缓解紧张、解决矛盾呢? 善用自贬语是一个良策 自贬语诸如自责、向对方示弱、勇于道歉等 说出自贬语并不是真的就等于贬低了自己 相反,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你自己 你是否气量大度,在几句话之间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在工作中出现了过错、失误,给他人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那么你不必讳莫如深、遮遮掩掩 而应该痛痛快快地去承认与自责 发自内心的自责可以得到人们的原谅 能有效地减少失误带来的危害 同时也表明你愿意去改正 可想而知,一点失误并且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 当事人却立即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自然会得到大家的称赞与原谅 一家洗衣机公司的老板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判断失误 使得公司的洗衣机大量积压 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 面对这种困境,员工们都窃窃私语指责老板 老板在痛定思痛后召开公司员工大会 在会上,他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并提出了希望 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我的失误,导致公司面临困境 使大家的薪水也受到了影响 在此呢,我向你们道歉 希望你们与我一起共度难关 员工们都不再说话 静静地听着老板在台上做新的部署 他们心里都原谅了他的错误 是啊,市场竞争如此激烈 怎么能没有一点错呢 在事业和竞争中为了取胜,当然不可以示弱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有意暴露自己某方面的弱点 公开承认自己的短处,往往是一种有意的为人处事之道 一个人在事业上是成功者,在生活中是幸运儿 没有人嫉妒是不可能的 嫉妒这种心理障碍,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中还不能克服 而你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或得到更多的朋友可以示弱 它是抵消嫉妒的良方 可以将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示弱能消除周围的不和谐因素 团结人们,使处境不如自己的人保持心理平衡 一个成功者不妨多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失败的经历 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给别人留下成功不易的感觉 使他产生这样的看法 原来你也失败过 于是产生了心理平衡 地位高的人在地位低的人面前不妨展示自己的经验不如人 知识能力都有很大的欠缺 自己还要虚心向他人学习 某些专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 最好告诉别人 自己在其他领域内简直一窍不通 坦白地告诉他们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曾经闹过怎样的笑话 表示希望他们在某些领域多多地帮助自己 对眼下经济条件差的人 你可以适当地倾诉自己的苦衷 如健康欠佳子女上学难等 使他认为你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示弱可以是两个人在一起推心致富的常谈 也可以在众人中以幽默自嘲 我们讲的主要是在语言上示弱 其实示弱也可以由行动来体现 你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占据了有利地位 在一些小的方面 你可以尽量地避让 把它让给别人 即使你完全有条件和别人竞争 也就是说 事业之外 平时你应该对小名小利淡薄疏远些 因为你已经有可能成了别人嫉妒的目标 所以呢 你应当分出一部分名利 给那些暂时的弱者 不要为了一点威力 就惹火烧身 示弱是强者在感情上体贴 暂时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的 弱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它会使你身边的弱者心里得到平衡 有所慰藉 并且在你前进的路上 减少或抵消一些不利因素 示弱之外呢 我们还应当勇于道歉 如果你错了 就应该及时主动地承认 不要等着别人提出了批评 指责后方才说出 那样比较不容易获得谅解和宽恕 如果真心实意地认错道歉 就不必做过多的辩解 也不必去找客观原因 即使有非解释不可的客观原因 那也最好是在诚恳的道歉之后 再去解释 而不要一开口 就不停地为自己辩解 凡是坚信自己一贯正确 从不愿认错道歉的人 永远交不到朋友 在社会生活中 也很难有成功的表现 诚心诚意地道歉 应该语气温和 坦诚而不谦卑 目光友好的凝视对方 多用一些礼貌词语 请求对方谅解 使用的道歉语言 最好简洁一些 不要啰啰嗦嗦 重复过去重复过来 如果对方正在气头上 那是好话歹话都不肯听的 你最好让第三者转达你的歉意 让对方火气平息之后 再当面道歉 如果双方僵持不下 势必会两败俱伤 如果你觉得道歉的话 很难开口 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代替 扶起吵架 送上一束鲜花 便会冰释前嫌 放一件小礼物 于餐桌旁或枕头上 也可以表明你的歉意 即使双方不说话 只是握手也可以传情答意 一切静在不言中的力量 也是比较大的 有些过失是需要口头道歉 才能弥补的 有些过失呢 仅仅是口头上表示 却不够 它主要在行动上体现 不论如何 改正过失的行动 是最真诚 最有力 最实际的道歉 当然 如果你没有错 就不必去道歉 不要为了一些小利益 或得到领导的青睐 把自己搞得没有骨气 总之呢 恰到好处地使用字扁语 可以受到很好的效果 使你的处世艺术更趋完美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开始 我们将进入到第五章的分享 好的表达力 让你赢得全世界 第一个话题 话题卡住了就赶紧换 不要恋战 成功交际人士 对话题选择是十分注意的 不论是与人认认真真的交谈 还是朋友间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闲聊 他都会很好的注意 选择交谈话题 话题的选择多数情况下 是环境 彼此关系的熟悉程度 彼时彼地人的心情而定 当然 如果你与上司 或某一著名人物进行对话 话题选择就须郑重而行 切不可随意 也不要拿一些家常话来做谈资 在比较重大庄严的场合 尤其需要注意 如果是一般的朋友之间的闲聊 你也不必表现得过于庄重严肃 话题选择也不必太严格 只需稍加注意就行 如果你是有一定目的的 那么话题的选择 就需围绕你的目的而行 切不可离题太远 否则很难拉上正题 比较庄重严肃的场合 诸如各国首脑之间的会晤 一些大型的国际国内会议内的交谈 面临的公司重大决策等 都需要你庄重礼貌 彬彬有礼 此时的话题 必定是围绕正在进行的时间 首脑之间多用外交辞令 会议场内彼此谈论会议议题 公司决策时谈论公司发展大计 如何使你的语言 富有独创性和魅力 就需要你认真考虑了 同事之间的闲聊最为随便 谈论的范围最广 天上地下 国际国内 东南西北中 一切皆可入题材 皆可成为彼此的谈资 如果你仅是为了增进 同事之间的密切关系 或是为了打发时间 亦或为了积极休息 疏解胸中的不快等 都可以把以上的题材 纳入你们的话题中 有些人对谈话的题材存在误解 以为只有那些不平凡的 令人惊奇的事件才值得谈 因此同事之间本为轻松而谈 倒因他去劳苦思考重大的谈话题材 而弄得疲惫不堪 那些带有轰动性的社会新闻 怪诞的新闻 惊奇的事件等 其实不用你讲 别人早已有所耳闻 并且呢 个人性格爱好不同 你所喜爱的 说不定正是别人讨厌的 如果你对这些重大题材 滋滋以求 其实你就把话题 又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内了 一旦讲完一件 你又得明思苦想第二件 那岂不是累人至极吗 对话题的另一个误解是 以为必须谈些深奥的 能显示学问的题材 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 获得别人的尊敬 其实呢 在与同事之间的轻松交谈中 谈那些抽象的理论 深奥的数据 是最令人枯燥不安的 也是最令人厌烦的 它会使人扫兴至极 令人不愿再谈 大多数人除了爱听一些 异文趣事外 人们最关心的 便是日常生活琐事 一个能把日常生活琐事 谈得津津有味 引起别人兴趣的人 才是真正健谈的人 日常生活琐事 是一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曾深受此类 因此呢 把它编排得 十分有趣地谈出来 会令深有各种体位的人 产生同感 引起大家的共鸣 弹性也随之扩展开去 话题选择必须注意的是 对你不知道不了解的事 不要冒充内行 不要在公众场合 随便议论别人的隐私 缺陷和失败 不要向别人夸耀你的财富 你的成就 不要随便诉苦和发牢骚 因人而定 争取同情 要采用另外的方法 不要谈那些 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 不要搜索哭肠 乘性而谈 尽性而去 尽管同事之间的闲聊 对话题的选择 比较宽泛 容易进行 但也切记如上所说 你要明白 闲聊也是一种交际 在闲聊中 认识新同事 或加深和原来同事的友谊 或消除隔阂等 都可令你在以后的交际中成功 对于有目的的话题选择 尽量按你的主题来寻找画源 当然 有时直接说明目的很难办 你不妨绕一个圈子 再慢慢回到话题上 这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注意交际中的话题选择 将扩展你的交际魅力 这里 再适当注意你的表情 着装 语言和修饰 以及一些得体的动作 将使你在交际场中 大受欢迎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将跟大家来说一说 寒暄不能省 别小看了废话 寒暄指我们与人交谈时的 简短交谈 有的人很不在乎寒暄 认为那不过是雕虫小技 不值得一谈 但有的人却极为重视 认为寒暄可产生十倍于 平时说话的功效 礼貌得体的寒暄 其实浓缩了一个人的修养 文明习惯 文化素质 那一刻虽然短暂 展示的却是你的全部 得体的寒暄 将使你在别人心目中 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你如果得到了别人的认同 将得到十倍于付出的回报 在交际场所上 经常成功的人 是一个会掌握寒暄分寸的人 寒暄是交谈的润滑技 他能在交谈者之间 搭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因为寒暄能产生心理认同 满足人们的亲近要求 寒暄的形式有很多 你可以问候对方 称赞对方 也可以在见面时 谈谈天气 议论一些别的事情 你要注意 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和礼貌 人们都希望获得对方的尊重 如果两人擦身而过 彼此亲热地打招呼 那么其关系就会更进一步 如果两人中的一方不理不睬 昂首而过 很可能引起 另一个人的不满和怨恨 这种傲慢无理的表现 极易触发敌视情绪 有人经过研究后发现 人际关系行为模式的规律之一是 一方表示的消极行为 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消极行为 一方表示的积极行为 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积极行为 下面 试取甲乙两人相遇时的寒暄 甲说 你好 好久没见你了 一回答 是啊 我也好久没见你 你去哪呢 去某某商场给孩子买点东西 你呢 到一个朋友家去 今天他过生日 再见 再见 你看 在这个寒暄过程中呢 甲乙双方都十分注意礼貌和热情 也比较得体 两人彼此问候 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印象 然后离开 相信这一良好印象 将成为以后 两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 相反 如果一方表示了积极行为 另一方只是消极应付 很显然的 双方的平衡就会破坏 你好 好久没见你了 嗯 最近忙吗 不忙 到哪去 去商场 再见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组对话 甲尽管十分积极地主动寒暄 但乙呢 却十分被动消极地应付 这样做的结果 会使甲认为 自己的主动行为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因而对乙的冷淡和不礼貌 产生意见 下次再相见时 就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打招呼了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使二者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成功的交际者 都是在相遇时的积极寒暄者 我们善于把握这一刻的机会 创造了比长谈 大得多的良好印象 如何积极有效的寒暄呢 我们不妨来注意 以下几条原则 必须有积极的心态 遇到他人时 必须迅速调整自己的情绪 使自己产生兴奋感 并争取主动 使对方从你的言辞神态中 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热情和重视 他的自尊心会得到极大满足 在下一个适当的时候 他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二 让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如果你寒暄时漫不经心 东张西望 顾左右而言他 这样只能让别人认为 你根本不在乎他 从而心里不愉快 三 注意选择寒暄的方式和话题 有研究者指出 与生人见面后四分钟内 只当作一般性的寒暄 如问候 互通姓名 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等 谈论不宜过深过细 也既提出 易于引起争论的话题 就是与老朋友 老同学或熟人寒暄 也要选择话题 与生人寒暄的方式 是一般需两三个 问答往复的过程 而熟人间 有时只需一句话 一个招呼 甚至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 一个手势就行 各位听友 您是怎么看待 寒暄这个话题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共同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话题 一样的嘴巴 不一样的说法 人的一生中 难免会向别人借东西 遇到这种情况时呢 如何向人开口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方式 一般说来 只要事情办成 就是成功的 但是呢 由于借东西时 所使用的语言不同 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失败了 语言在这种情况下 其作用 必然会大相径庭 掌握交际中的 求借技巧 可以使我们 在遇到难题时 圆满地加以解决 那种以为 自己不求人 因而说话 大大咧咧的人 终有一天 会为此而后悔的 求借的语言技巧 有以下几个 首先 求借语言 要是对象不同而不同 如果是向好友 借东西 不妨随便一些 执行朋友 更应当 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以免使对方 觉得生分 你可以明确地 告诉对方 遇到了什么困难 是没钱了 或是叫他去帮忙 劝劝某人 如果是向 一般性交往的人求借 你不必 一下子就提出难题 可以先说话 试探试探 如果行就提出 如果不行 就说点别的 第二 用商量的语言 提出你的难题 向别人求借 千万不要做出 一副主人的姿态 或者话语生硬 这样一招致别人反感 使别人断然拒绝 你一定要用 商量的语气发问 比如说 你的某某东西 能否借给我用用啊 把你的什么什么东西 借我用用可以吗 如果对方正在用 或者因其他什么原因 不能借给你 那你一定要说没关系 千万不要胡着脸 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这样会使人以为 你气量狭小 求借不成就心生怨气 以后再想来借东西 更会不理睬你 第三个 切记使用 肯不肯这种词句 因为肯不肯 包含了两层意思 也就是 可以和不可以 后面一层意思呢 容易使人误会 你对他不信任 因而不借给你 这样不但达不到目的 反而把人得罪了 第四 可以告诉对方 你的归还时间 告诉对方归还时间 可以使对方 乐意把东西借给你 因为借东西的人 都怕东西借出去 不能归还 你告诉了对方 归还时间 就会缓解对方 借务时的心理负担 我们再来说一说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被感谢的快乐 谢谢在日常生活中 司空见惯 但是许多人却不知道 简单的两个字 都包含着无穷的学问 在交际中 这两个字的作用 更是如此 它不仅仅是一种礼貌用语 更是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 是增进人们友谊的武器 是人们走向成功的推进剂 如果你运用恰当 将产生无穷的美丽 说谢谢时呢 要自然 认真 直接 不要含含糊糊 模糊不清 更不要因为怕人知道 而不好意思 说谢谢时 要发自内心 态度要真诚 举止要得体 这样 对方才不会感到 是一种应酬的客套化 说谢谢时 要有明确的体态 诸如前倾的姿势 事实的点头 用你的目光 注视你道谢的对象 脸上最好能挂上 真挚的微笑 使对方强烈地感受到 你的谢意 说谢谢时 要有明确的称呼 称呼被谢人的姓名 才能使他感受到 你道谢的具体化 如果是几个人 最好能一一地道谢 使每个人 都享受到 被感谢的快乐 说谢谢时 要及时注意 对方的反应 如对方感到茫然时 要向他解释 这样才能使你的道谢 达到目的 求人帮忙 办事 多多少少 总是要耗费别人 一份精力的 我们道谢时 在语言中 含一些歉意的语言 来表示我们的不安 是十分必要的 你可以用抱歉 真对不起 打扰你了的 当然 如果你觉得 仅仅在口头上 表示谢意 还不够 你可以赠送一些礼物 送礼物时 你可以说 随便买了一点东西 不知你喜不喜欢 有时候在道别时 才拿出礼物 并说致谢的话 现在比较普遍 也异于让对方接受 这样呢 可以避免使两人的关系 或友情 陷入物质中去 让礼物 冲淡了人情 对称谢者来说 希望对方能给机会 以回报 也是需要的 在这些的同时 要表露这种心愿 比如 希望需要帮忙时 别忘了我 下次有困难时 一定要找我 我们向对方表示 谢意 是为了表达 我们心中的感激之情 如果使失惠者 反而因此窘迫 便违背了我们 道谢的本意 所以呢 为了不使受谢者窘迫 道谢者 就要适当地考虑 时间 地点 和对方的身份特点 如果背谢人 并不需要别人 了解到帮忙 这一件事 你就应该尊重 对方的意愿 避开旁人 表示你的感谢 或者用含蓄的语言 来表示 甚至可以借用握手之机 加以热情有力的动作 让对方 体会到你的感激 当然 你帮助了别人 别人向你致谢时 还以必要的答谢 是应该的 这时你就需要注意措辞 如果你认为 帮助是合乎情理的 不足称谢 你可以说 帮忙是应该的 有什么可谢的呢 如果别人反复认为 给你添了麻烦 而你又认为没有什么 你不妨说 一点小事不用介意 只是顺便的事情 没关系的 你被人称谢时 也可以表达出 你的不安的心情 比如 快别这么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收受礼物时 请对方下步为例 这次就算了 下次一定不要这样 好 各位听友 那您对 道谢以及送礼 还有哪些自己的经验 和分享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期话题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如何打电话 用声音传达出 你的微笑 电话是现代社会 发达的标志 它是千家万户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紧密 人们可以在电话当中 聊天 谈正经的事 交换信息 大多数人都认为 打电话再容易不过 但却不知道 打电话的学问 其实大着呢 打电话也是一种交际 而且是一种 只有声音 没有人物 或形体动作的交际 它更需要注意方式 和技巧 如果两人面对面交谈 除了声音外 还可以借助手势 表情 眼神等来传情达意 而打电话 却只有单纯的语言因素 你的声音是否完美 语言是否有魅力 在电话里一听就明白 因此呢 打电话的第一件事 要注意的就是 用你的声音 传达出你友好的微笑 对方不能从电话里 看到你的笑容 所以你就应该让他 从声音里听出来 此时呢 声音就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声音没有效益 就要注意适当的训练 把你的友好与真诚融进去 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声音经过电话线的传输 已经改变了 所以呢 你在电话中谈话时 不能和平时的习惯一样 有时快的出息 有时又慢的让人心烦 你要掌握打电话的节奏与速度 音量也要注意调节 太轻太重 都容易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 使人听不懂 那样的话 无异于白说 打电话找不到人 是常事 如需要对方传达 一定要讲清自己的姓名 事情的内容 以及其他一些 需要让对方了解的东西 如果听话人告诉你 你要找的人正在开会 或同客人会晤 不能抽身出来接电话 你一定要体谅对方有事 不要生硬地要求对方必须出来 你可以另外约一个时间 再给他打过去 利用电话 可以使关系生疏的人 变成好朋友 也可以使 本已是朋友的关系 更为密切 所以呢 掌握方式 适时适度地去打电话 把它变成你的交际工具 将给你带来莫大的好处 你切不可利用电话 来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 也不可以用电话 来辱骂得罪过你的人 所有的这些 都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是使你交不到朋友 使你到处都不受欢迎的陋习 利用电话来交集 可以用它来向成功的人表示祝贺 还可以用它来承认错误 这比当面向人承认错误 要可行得多 既不伤面子 又能把事情办成 为公司在外出差 常打电话回去 向公司报告事情的进展 那会使领导认为你办事 认真负责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会聊天 职场才会有人脉 聊天指没有明确目的的 即兴时的交谈 因此有人认为 聊天不存在交际方面的东西 但是聪明的人 往往利用聊天的机会 认识朋友 拉近关系 增进友谊 获得许多新的信息 扩大接触面 获得许多在别的地方 学不到的知识 聊天呢 还可以调节心理 愉悦情怀 使你郁闷不堪的心情 在聊天中烟消云散 你也可以在聊天中安慰别人 鼓励朋友 解决矛盾 加深了解 因此 聊天也是一种交际 其深刻的交际内涵 在聪明人眼里是宝 在不识货的人眼里是稻草 如何利用聊天 聊出名堂来 达到交际的目的呢 你必须掌握几点知识 你要知道 聊天从本质上说 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可以海阔天空的瞎扯 但从微观来说 闲聊未必就闲 聪明的人从闲聊中 聊出感情来 使之达到一定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以掌握闲聊的方式和话题 让它变作具有目的的语言交流 你要善于选择聊天对象 聊天要聊得有水平 有收获 格调高雅 善于选择对象 是重要一环 一般说来呢 聊天对象的素质 决定了聊天的质量 一个善于选择聊天对象的人 会从对方身上 获得很多为人处事的东西 德国伟大作家戈德 特别爱与他的秘书艾克曼 每天聊会儿天 几十年如一日 他作品中那些天才的机智语言 多是从闲聊中得来的 他讥讽世俗 嘲弄丑恶 用他铿锵有力的语言碎珠 串成了令后世 惊叹不已的歌德永探路 选择聊天对象 可以根据你的聊天目的 和聊天内容来定 一般来说 选择的圈子不能太小 要广泛些才好 另外和水平低或相当的人聊天 也能获得东西 不要诱于成见 以为他不如你而不愿意搭话 通常情况下呢 话题选择的随意性较大 但是你若是有目的而来 就可围绕你的目的而行 如果你喜欢轻松幽默的奇闻异事 可以与诙谐的人聊天 你若喜欢讲讲市场行情 或子女的教学问题 你可以找家庭主妇们聊天 你若喜爱养生之道保健方法 甚至愉快的往事 你可以找老人聊天 如果想探讨事业 友谊及一切时髦新鲜的话题 可以年龄相仿 志趣相投者聊天 若是与孩子闲聊 不妨谈一谈童话 预言故事 与一般人辣辣家常也好 尽管聊天的范围不受限制 但是庸俗 格调低下 无意义 无价值的话题 最好不要谈 搬弄是非 贬低他人的话题 也不足取 对方的忌讳和缺点 不应提及 聊天的时候 不要选择挑战性的话题 那样容易引起争论 弄得大家都不欢而散 也不要自以为是 以教训的口吻与人说话 更不要随便炫耀 导致别人的反感 与别人在一起聊天 不要独占凹头 要是大家都有发言机会 聊天尽管粗看 平平常常 似乎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但只要你经常加入 聊天的行列之中 你自会懂得聊天的乐趣 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话中 得到为人处事的学问 交际的内涵 不一定是在正式场合的 才算交际 像这种轻松随意的交谈 也算作交际 如果你是一个 善于学习的人 相信你一定会 大有所获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开始 我们将进入 第六章的分享 说出来的机遇 第一个话题 吞下羞辱 才能为大你的格局 自嘲 简单地说 就是自我嘲弄 当然 表面上是嘲弄自己 但却含有极深的前台词 其醉翁之意 不再久 自嘲在交谈中 具有特殊的表达功能 和使用价值 它令你在尴尬 难堪的境遇中 迅速摆脱 是困境中的 应变奇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美国总统杜鲁门 应是召见十分傲慢的 麦克阿瑟将军 会见中呢 麦克阿瑟自顾自地 拿出烟斗 装上烟丝 并且把烟斗叼在嘴里 手里拿着火柴 正准备哗燃火柴时 才停下来 征询杜鲁门总统的意见说 总统先生 我抽烟 您不会介意吧 在他已经做好 抽烟准备的情况下 这不是真心的征求意见 如果杜鲁门 还说他介意的话 就会显得十分粗鲁 和不礼貌 这种缺少礼貌的傲慢言行 使杜鲁门总统 十分难堪 但是 机智的杜鲁门总统 没有表现的没有礼貌 他运用了自嘲艺术 杜鲁门呢 看了麦克阿瑟一眼 自嘲道 抽吧将军 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 要比喷在任何一个 美国人脸上的烟雾 都要多 杜鲁门呢 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自嘲 因为令人难看的事实 已经发生 运用自嘲 可以使你的自尊心通过自我排解的方式受到保护 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体现了说话者的宽广胸怀 并使气氛不制弄得很紧张 有的时候 别人有事求你 你想拒绝 但明年提出拒绝 又会使人难堪 你就可以运用自嘲 委婉含蓄地拒绝他 这样既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又使对方乐于接受 有一次呢 林肯受邀参加一个报纸的编辑大会 大会主席要求林肯发言 但是 林肯对编辑事物一窍不通 发言会不得要领 如果明年拒绝呢 当着大家的面又不好 于是林肯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呀 我在森林中遇到一个骑马的妇女 我停下来给她让路 可是她也停下来了 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面孔看 她说 我现在才相信 你是我见过最丑的人 我回答她说 你大概讲对了 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说 你这副丑相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你还是可以待在家里 不要出来嘛 大家都为林肯的幽默 哑然失笑 大会主席再也不坚持要林肯发言了 人们在有些时候 因为某事不如意而烦恼苦闷 心中惆怅不易 说出来又怕惹人笑话 这时呢 就可利用自嘲宽慰自己 使自己烦闷的心情得到缓解 又能避免别人笑话自己 真可谓一石二鸟 杰克从大学毕业后 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只得勉强以打林工谋生 一天晚上呢 他走在人烟稠密的林肯大街 望着滑灯出放的繁华夜空 想着自己的穷困潦倒 不由地自嘲道 人人都在忙着 只有我这个大学生如此清闲 还在这里观赏夜景 当你代表一个公司去进行一桩谈判 由于对方要价太高 期望太大 导致谈判搁浅 这使你运用自嘲 可以改变困境 已退北京 林克到华盛顿去购买一批原油 据说某石油公司生产的原油质量比较好 所以林克专程去了那家公司 公司经理看林克是远道而来 想趁机捞上一把 因而报价较高 使得双方争执不休 自己公司的催货寒又来了 林克心急火燎 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 他用小人物的口吻自嘲道 其实呀 我不过是公司里一个小小的采购员 一切都是由公司高层负责的 如果你们再坚持这么高的要价 那我就只有再见了 对方一听 不得不认真对待 终于降低了价格 一场谈判终于完成了 英国作家杰斯塔东是个大胖子 他心动起来样子十分的憨笨 有点路也走不动 山也不能爬的意思 有一次他对朋友自嘲说 我是天下第一好人 每当我在车上让座给妇女时 我的一个座位啊 足以让三个妇女坐下呢 你看 轻松愉快的自嘲 使自己的缺陷在轻轻一笑中抹去 同时表现了高度的自信心 无论谈判 生活 社交等 自嘲运用的好 可以平添许多风采 增加你的交际魅力 使你自困境中摆脱出来 以泰然自若的神情 面对别人 如果运用的不好 会使对方反感厌恶 造成交际障碍 也是你的处境更加难堪 当然 自嘲不是任何地方 任何情况下都可运用 你一定要审时夺势 向施而动 比如 对话答辩 座谈讨论 调查访问等 就不宜使用自嘲 那样会冲淡气氛 另外呢 自嘲一定不要采取 玩世不公的态度 积极的自嘲 包含着自嘲者 强烈的自尊 自爱 表面上是自嘲 其实是他采取的一种 貌似消极 实为积极的 促使交谈 向好的方向 转化的一种手段 自嘲运用的好 可以为你 增光天才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聊一聊 别人接你短的时候 该怎么办 职场中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正兴高采烈的 跟同事交谈 你最近一笔生意 赚了大钱时 不料另一个人 恰好过来说 别听他吹 他没有赔本 就算万幸了 你呢 正在帮助同事 修理电脑 原因可能在无限 要不就是 显像馆出了问题 这时 另一位同事 走过来说 嗨 别让他修 他只会拆零件 前天我让他 修一台电脑 结果越修越坏 生活中 这样接短的事情呢 时有发生 尽管同事接你的短 只不过是一场玩笑 但是 如果你回答的不好 就会使人 真以为你不会 弄得你下不来台 在他人面前 扫尽面子 你想默认 又觉得窝囊 想否认 又觉得口吃 如何摆脱困境 积极地把别人的短 消解于无形 你不妨运用 幽默的语言 滑稽的表情 和笑料 去冲淡这种尴尬 第一种情况 你可以接着 另一个人的话说 看到我两手空空 就以为我赔了本 真该给你看一看 我的存折呀 第二种情况呢 你可以接着 跟另一位同事的话说 你总是怀疑 我的本事 好吧 这次 我就要你看一看 显然 设法改变你的处境 要比保持沉默好得多 因为保持沉默 就等于你默认了别人 接你的短 这将不利于在人际交往中 占主动 如果这些接短的 大多是同事的玩笑话 那你不妨以同样幽默 诙谐的话 予以反击 不要用气氛 和尖刻的话来反击 如果是与你有怨 故意让你出丑的 别有用心的人 你不但在话语上 要予以迎头痛击 还要在实际动作中 表明你的本事 这已经不是在阶段 而是在进行 某种恶意的攻击 对付第一种阶段 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个 最好不要怀疑他人 是别有用心 如果是这样呢 就极容易导致情绪失控 使你的话语 含有讥讽嘲弄 那样 在别人本没有伤害你的情况下 你倒先把别人伤害了 如果我们对这些事 神经过敏 对别人的每一句话 都要去琢磨 思索他的话外音前台词 那大多数时候 是自讯烦恼 人们在人多或热力的场合中 往往喜欢脱口而出 或即兴发挥的玩笑话 其目的只是活跃气氛 增点情调而已 根本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第二 切不可反唇相击 有的人听不得别人揭他的短 一听呢就火冒三张 是以连珠炮式的反击 由此挑起一场唇枪舌尖 使良好的关系 顷刻破裂 大多数情况下 别人的一句玩笑话 你却以严肃的面孔 和正经的语言恢复他 往往弄得他很尴尬 关系破裂由此开始 所以 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要为一句玩笑话 失去一个朋友 也不要给人留下心地狭窄的印象 当然 有的人阶段 的确是为了让你出丑 你在探听确实的情况下 予以反击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 对玩笑话 还要以泰然处之的态度去对待 遇到别人阶段 如果你羞怯万分 既不能机智地改变处境 又不能正常地保持沉默 就显得有些失态了 这种方法在社交场合中不可取 如果你不愿用话来回答 你大可保持泰然自若的风度 将阶段搁置一边 寻找一些别的话题 你可以喝一杯茶 点一根烟 谈论别的趣闻意识 转移别人的视线 这才是上策 集中生智和具有幽默感 是对付阶段的最好办法 这种应变方法 不但不会给你带来副作用 反而会为你增添风采 使你更受欢迎 好 各位听友 当你在面对别人阶段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话题 窘境突然而至 名画按说很有效 人们在对话的过程中 话题不会只有一个 在不同的情况下 适当的转换话题 是十分必要的事 话题的转换 有的属于随意转换 由交谈者的兴趣来定 话随意志 一随划心 话题自然变换 漫无目的 有的是有意转换 交谈者为了控制交谈方向 以一定的方法改变主题 有的是交谈中出现了困境 为改变这种情况 以机制的语言 转移话题 摆脱尴尬 不论哪种情况 都是交际中经常遇到的 必须加以注意 在哪种情况下 要有意转换话题呢 会谈出现冷场时 要转移话题 谈话内容枯竭 或过于高深 无法继续下去时 要改变话题 交谈中 有人失言 或出现意外的尴尬局面时 为掩饰而转变话题 产生了不同意见 而又不便争论 或不必争论 或不想争论时 你可以选择另一个话题 原话题无实际意义 甚至有可能导致低级趣味 或者有可能伤及他人时 你应该改变话题 交谈的对方 对此话题不感兴趣 甚至出现了厌恶情绪 或者对方发泄不满时 应及时地改变话题 如果话题触及他人隐私 忌讳时 要停止谈论 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 你代表公司去洽谈一桩生意 双方因某一个问题 僵持不下时 你可以转变话题 改谈另一些问题 使洽谈能继续下去 如此种种 都需要你机智应变 在一次总统答谢宴会上 卢森堡首相 梅努奇带着自己国家的访问团 来到宴会大厅 在互相致辞后 双方就坐 这时 美国总统威尔逊来到他的身边 在寒暄一阵后呢 总统接着以前的话题说 关于食品运输和价格问题 相信阁下已经有所注意了吧 梅努奇这次组织访问团来到美国 就是准备进口一些 国内稀缺的食品 但双方的代表 在谈判此问题时 一直未能达成协议 原因是 美国已是押人 将食品价格抬得齐高 这样加上运输费 运进国内后 食品价格就会高得惊人 此时呢 梅努奇首相微笑着说 总统先生 真是十分感谢您的盛情招待呀 我及我的随行人员 将会为贵国的热忱而感动呢 梅努奇不愿再谈食品问题 如果不回答 又有失外交礼节 于是他把话题转移到 感谢总统的热情招待上 使威尔逊不便进一步询问 也避免了一个不快的场面 有时同事交往呢 在一起谈天论地 忽然话题触及一个 大家都不愿深谈的问题 这时大家或闭口不言 或心有所记 在这种情况下 中断谈话显然是不好的 就可以另起炉灶 撇开原话题 重新提出一个新的话题 别人向你夸耀他的成就 而你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成绩 或者你很讨厌此人 不愿意跟他啰嗦 为避免他人误会你嫉妒或者是怨恨他 你可以另起炉灶 自己找一个话题来说几句 如果你这样做 对方马上会意识到你的冷淡 也不好再在这都受他的成绩了 转换话题不但需要一个机制的大脑 还需要很好的语言组织能力 尽管机制的大脑下 一般人都能自如地转换话题 但是适当地注意磨练 并且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去注意 对你有意无害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期话题 事要做死 话要说活 在很多场合呢 如果遇到对方的故意刁难 因而问出一些不便于回答的问题 你便可以运用模糊语言战术 令对方抓不到把柄 从而也显示了你的机制善变 这种模糊语言战术 在外交中运用的最为广泛 故称之为外交辞令 如两国交往 一方领导人当面向另一方领导人 发出访问邀请 如果这一邀请事先没有商量 那么被邀的一方 对于是否应邀还不敢决定 出于礼貌 又不敢当场拒绝 则可说 我很高兴接受贵国的邀请 我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贵国 利用方便的时候 这一并不确定的字眼来礼貌应答 使双方都很满意 即使以后没有时间访问 那也表示不方便 因此就无关紧要了 某国对一小国进行了突袭 占领了几座山庄 对这种突发事件 既为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又不知占领国的真实意图 是教训还是侵占呢 但是 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定 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国家 做出反应又不妥 这时呢 就可利用外交字眼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比如说 我们注意到了某某事件的发展 我们热切关注某某局势的变化 注意到了或热切关注 并未点明自己的观点 自己仍有主动权 但又适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法国大使在担任驻美公使时 参加一个各国使节的舞会 与他共舞的美国小姐问 请问大使先生 你是喜欢美国小姐呢 还是法国小姐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若说喜欢美国小姐 则显得有失大使的自尊 若说喜欢法国小姐呢 又极易伤害美国小姐的自尊 聪明的大使先生 之后回答道 不论是法国还是美国小姐 只要漂亮我都喜欢 这句应变于机智幽默 既照顾了美国小姐的自尊 又没有辱墨自己 不卑不亢 得体有趣 这种模糊战术 需要的就是采用一种概念不清 或是引起奇异的语言 使对方不知你所指何意 在公司的管理上 使用模糊语言 它使你的讲话具有某种弹性 使你的管理让人心服口服 起到良好效果 比尔呢 因为一直嫌自己的薪水低 工作不努力 消极懒惰 上司为了挽救他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于是在一次大会上说 本公司的员工们 大多兢兢业业 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但是有的员工 却一直不安心 工作消极被动 要知道 报酬是与工作成绩成正比的 这里呢 这位管理者使用了模糊语言 既表扬了努力工作的员工 又含蓄地批评 工作不认真 不努力的比尔 他保护了比尔的自尊心 但是又指出了问题 如果比尔是个聪明人 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运用模糊语言交际时 必须注意他同含糊其词 语无伦次的界限 因为模糊语言是表达的需要 是一种交际策略 而含糊其词 语无伦次 却是词不达意 是一种思路不清 口才低下的表现 前者能给你带来 良好的交际效果 后者却只会使你交际失败 给别人留下不良的印象 模糊战术在交际中 运用得十分广泛 他需要你有高度的自信心 对事物审时夺势的战略眼光 及熟练的运用手段的能力 如果你对模糊战术 不能运用自如 那你最好不要用 因为模糊战术 与含糊其词 只有一线之隔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话题 借口走出困境的捷径 工作中呢 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的麻烦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 有的麻烦 却必须运用一定的口才和策略 才能摆脱 面对这种情况 如何应变才能摆脱困境呢 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 利用借口 借口并不是欺骗 因为它不带有损人利己的功利性 只是一种脱身策略 一种摆脱不利于自己的应变奇招 怀特先生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 这时秘书带进来一位 长得高高大大的人 说是有急事找他 但是呢 这位先生坐下来之后 却并没有谈出什么重要的事情 只是在那里唠唠叨叨的 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怀特先生为礼貌起见 无法把这位说话啰嗦的人赶出去 怎么办呢 怀特按铃叫秘书进来之后 顺便写了一个小纸条给他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 怀特拿起电话 什么 有什么事吗 哦 马上去 我这里还有一位客人呢 什么 必须去吗 好 我马上来 隔下电话 怀特无奈地向这位先生摊开手 于是这位先生只好离开了 怀特就是运用了借口战术 原来他在给秘书写的纸条上这样写着 给我打个电话 秘书当然会议了 于是呢 这个借口就赶走了那位饶舍者 怀特也能安心地不受干扰的起草文件 你遇见了一位姑娘 她漂亮温柔 举止端庄 贤淑有礼 于是你想和她交往 但是你却没有机会再见她 闯到她家里去吧 又怕没礼貌 放弃吧 又日思夜想 不能入眠 怎么办呢 找个借口 这个借口的方式可以有许多种 比如 你准备向她请教一个问题 或是向她打听一个她认识你也认识的朋友 或者请她帮你参谋一下你正准备做的事 借口多多 只是看你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你约会迟到了 女友明显地表示不高兴 为了打破这个沉闷的气氛 改变你的处境 你不妨试试创造借口的能力 利用借口使女友高兴起来 不再对你生气 并不是一种欺骗行为 因为这对你 对她并无实质性的伤害 她也并非真的恨你 只是小小的斗气罢了 你可以说路太远了 车太挤了 或者我有一个朋友正在我那里 当然 这些借口都很普通 或许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恐怕不会令对方消去不快 你不妨说 怎么 我给你的同事打过电话呀 叫他告诉你 我要迟到一会儿 没人转告你吗 这种以手为攻的借口 比较有效果 好 对不起 我早就到了 因为我看见上司正在那 所以我一直没有过来 就是那个穿黑西装的人 那个上司 可是个讨厌的老头 总喜欢救助人教训一顿 这是一种出奇制胜的借口 相信你的女友听了之后 不会再来责怪你 借口是一种润滑剂 它可以把你需花费半天口舌 也未必能说清楚的事情解决 使不快 再瞬间消失 让你重新获得友谊 快乐 利用借口 必须注意的是 不得有欺骗性 不得用它来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如果你在外面捏花惹草 经常晚归 你妻子埋怨你 你不能借口公司有事 或同事留你的 李约克和他的太太结婚十年了 感情一直不错 但是 有一段时间 李约克太太发现 丈夫总是早出晚归 魂不守舍 有时乐颠颠的 有时呢 有丧魂失破 李约克太太问他怎么了 他又含糊其次 说不出个所以然 使得他满腹狐疑 后来 李约克终于熬不过他太太的逼问 说公司近年来 销售业绩连练下滑 他这个销售部主任正当弃责 他太太不信 有蛛丝马迹 怀疑他有了情人 有一天 终于人证物证巨火 导致家庭分裂 李约克就再一次陷入了 感情的沼泽 像这种借口呢 就不可取 他瞒得过一时 瞒不过一世 并且他具有伤害性 一旦戳穿 将给别人 以一定的精神打击 正确运用借口 当你处在困境中的时候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话题 拒绝 不伤害他人 又能顺利脱身 在谈判桌上 对方就货品的价格 坚持己见 拒绝降低 并且以咄咄逼人的气势 要你非买不可 但你受公司委托 又不能随便应诺 如何拒绝对方呢 像这类事情 在工作中真是太多太多了 如何在处境不利 或某些客观情况的逼迫下 拒绝他人 坚持自己的意志呢 这就需要一些智慧 对于坚持高价的人 你冷冷地告诉他 你没权利决定价格 以上的拒绝 其实是最一般的拒绝 有时候 他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那么 怎么样利用更高的智慧 来改变你的局面 既拒绝了他人 又没有副作用呢 在美国某电子公司的会议上 公司经理拿出一个 他设计的商标 征求大家的意见 经理解释 他的设计图案是说 这个商标的主题是太阳 他跟日本的国徽很像 日本人一定乐意买我们的产品 与会人员都一直恭维地说 这个主题设计得好 一定会为公司带来滚滚裁员 但是 年轻的销售部经理说 我不同意这个商标 销售部经理 没有同其他人进行任何争论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是恐怕他太好了 经理十分纳闷 但他微笑着说 你的话我不能理解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销售部经理缓缓说道 这个设计确实和日本的国徽很相似 但相信我们的产品一定会在日本畅销 但我们公司瞄准的是亚洲市场 这个设计能获得日本人的好感 但能不能获得中国人 韩国人 马来西亚人的好感呢 如果不能 岂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亚洲战略 使我们音效失大呢 经理听完叫了起来 太好了 你说的话太好了 向有一定权威的人表示反对或拒绝 不能直接了当 要有技巧 充满策略 销售部经理先用 他太好了 照顾了经理的自尊心 使他不失体面 接着便陈述自己的理由 提出反对意见 经理也就不会感到下不了台了 有时我们出于生活上的需要 男人会邀请女人共同复习 相信你有这种邀请的经历 但是呢 大多数情况下女子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矜持 有的人根本不愿去 他们就会加以拒绝 既然准备拒绝对方的邀请 有的人会直接了当 尽管他会伤害男人的自尊心 但是心地善良的女人 会很婉转地说出他的理由 他将在言辞上下一番功夫 因为有的是他的同事 他以后工作上不好相处 有的是熟人 担心别人因此而起成见 当男人说 欢迎你和我一同参加的时候 顺手便把音乐会的入场券递给他 这时呢 女子很想拒绝他的邀请 于是考虑如何措辞 他从皮包里拿出日记本 打开看了一下对方说 谢谢你的好意 约瑟已经和我约好了 这样呢 就委婉地拒绝了对方 一个男子邀请一名女子 共进午餐 那个女子回答说 我非常高兴 谢谢你的邀请 但可不可以顺道邀请 比尔和约翰呢 原来我们约好去购物的 这样一来 对方或者知趣告退 或者邀请大家 共进晚餐 在与人交往中呢 机智地拒绝他人 实乃应变中的上策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大可以友好而热情的态度来拒绝 不必冷漠和使别人难堪 因为有的邀请确实出自诚心 并非有什么奸诈之谋 礼貌地拒绝他人 对你没有任何损失 还可能会给你带来良好的影响力 相信当你彬彬有礼地拒绝他人的时候 即使让对方感到失望 他也不会责怪你 但如果你冷冷地告诉他 你不去决定的时候 一定会伤害到对方 人人都希望拥有自尊 即使在被人拒绝的时候 所以不伤害他人 而又能脱身应变 是你交际中 应恪守的原则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